根据佩熙的消息,新月镇的风暴已经处于爆发的前夜。 届时,新月镇会一片糜烂,而至少有4万多平民会深受其害。 但北方小镇的坏消息,经过多个社会阶层的重重削弱后, 却几乎没有对银月宝法师界造成肉眼可见的影响。 最多最多,也只是让法师们在闲聊时多一些话题罢了。 当马车停在法师行会门口,从窗户中往外看, 就发现行会大厅一如既往的热闹, 而进出行会的正式法师们也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 一身墨蓝色皮甲丰衣,腰别鲜花法杖, 胸配中阶八星神恩密金灰迹的罗森先下马车。 距离最初已经过去快十个月, 罗森的个子和体魄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已经比瑟兰迪斯还要高一些。 现在的他,肩宽腰窄腿长, 有一张不算特别英俊但精神勃发的脸庞, 再配上得体的服饰和强大的法器, 一出现就吸引了大片旁人目光。 大厅里顿时就有人转过头来看, 并一下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快瞧刘树大师来啦! 真是个难得的帅小伙呢! 亨虽然树法成就的确不错, 但却是个道德。 双引号。 虚勺成几具口舌之快吧, 伙计,免得惹怒大师, 让你一辈子考不上正式法师。 讨论声很多, 但和过去褒贬不一不同, 但几乎没人当面说罗森的坏话, 而不认识他的人, 则一个都没有。 紧跟着, 罗森掺着瑟兰迪斯的手, 扶着他下了马车。 瑟兰迪斯穿着墨红修身的流光绸裙, 头上戴着墨红戴遮脸黑纱的贵妇容帽, 衣服的色调和浓密长发绒为一体。 暗色调衣物更衬得他肌肤白的发光, 加上在外人面前天然淡漠的表情, 整个人就显出一股难以言喻的雍容和冷艳, 就像是高高站在云端之上俯视凡间的女神。 任何人, 只要看一眼就知道, 这绝不是那些附庸在男人身上的普通贵妇, 而是掌握着力量和智慧的真正贵女。 如果说罗森出现, 只是引得一片讨论的话, 而瑟兰迪斯的出现, 就让行会一层大厅出现了刹那间的寂静。 就突然眉声了, 旁如时间停滞一般, 持续了十几秒后, 才逐渐恢复正常。 这不仅是因为瑟兰迪斯的绝顶美貌, 更因为他已经达到了高阶的浑厚法力。 法力达到这个层次后, 一举一动, 都自然而然会有一股射人心魄的气息。 事实上, 当高阶法师凝目盯住一个普通人时, 那个人立即就会觉得心慌。 强一些的, 会立即转开目光逃避对视, 弱一些的, 会被吓得撒腿逃跑, 甚至直接运过去。 无他, 就是灵魂差距实在太大了。 罗森稍稍抬起臂弯, 挽着瑟兰迪斯走进了法师行会大厅。 两人所到之处, 人人快速退避, 比恭敬行礼, 就好像两人身上横定着强大引力法术一般。 两人也不在一层停留, 直接朝楼梯走去。 菲拉玛法师想上来接待, 罗森淡淡看了他一眼, 左手随意摆了下, 对方就又乖乖地退了回去, 狂如透明人。 到了大理石旋转台阶上, 瑟兰迪斯轻笑道, 罗森, 感觉每个人都认识你呢。 他感觉到许多人看他时, 还有许多疑惑, 但看罗森时, 却都一下将他认了出来, 可见罗森的巨大名声。 罗森微微一笑, 大概是我经常在外面跑的缘故吧。 这和力量高低没关系, 凡间名气, 自然要用凡间事物来积累。 若必是隐居, 自然认识人就少, 名气也自然就低。 比如圣阿尔弗若亚要是突然出现在法师行会, 保证没人认识他。 他要是穿得普通一点, 在收敛下力量气势, 估计很多人心里就会打起将他收为禁卵的想法了。 很快到了二楼, 习惯性先走到论文评审部门口, 朝门内探望了下, 却没发现傅乐。 算了下时间, 罗森就明白了, 老先生今天休目。 于是就兵分两路。 安娜, 我买法术书, 你去更换徽章。 好。 瑟兰迪斯对法师行会的布局和各个功能区都很熟悉, 稍稍回忆了下, 转身就朝三楼走去, 却是去找费伦会长。 按照行会规则, 高阶法师徽迹采用珍贵的星陨恒金打造, 且每一个高阶法师的认证, 都由会长亲自进行。 很快来到了三层, 而能不经邀请来到三层的, 基本都是功成名就的强大法师, 至少也拥有中阶巅峰的力量。 很快, 瑟兰迪斯站在了会长办公室门口。 门关着, 门口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守卫, 见到瑟兰迪斯后, 俩守卫都有些惊讶, 其中一人就问, 女士, 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 瑟兰迪斯在距离两人四米外停下脚步, 会长在吗? 当然, 但目前正在意识。 多久能好? 应该快了。 双引号。 话音刚落, 房门就打开了。 一个快四十的中年法师走出来, 神色有些阴郁, 其胸前挂了一个秘金九星灰迹, 应该是个中阶巅峰法师。 瑟兰迪斯其实也有轻度脸盲症, 加上也不大关心外界, 所以并不认识这人身份, 只是随意看了他一眼, 点了下头, 算是打了下招呼。 费伦会长声音从门内传进来, 门外站着是哪位法师? 会长, 是我, 安娜。 瑟兰迪斯。 菲兰德。 费伦会长声音就多了一层笑意, 阿瑟兰迪斯小姐。 不, 会长。 您该称呼我为菲兰德夫人。 好吧, 菲兰德夫人, 请进吧。 随着这话, 门口守卫也让开身形, 并为瑟兰迪斯推开了房门。 瑟兰迪斯进入会长办公室后, 就见费伦正坐在一张极宽大的红橡木办公桌后面。 能看得出来, 桌子很新, 应该是刚刚换过, 而类似这样高品质的红橡木桌子, 一张的300克朗。 回想过去一年领15克朗 救济金的日子, 瑟兰迪斯就感觉如做了一场噩梦, 对费伦的观感也大大降低, 从印象偏好一路降到了冷漠。 当然, 李树还是要讲的。 对费伦行了下位法师礼, 然后说出来意。 会长, 我近日改变冥想意象, 得以突破高阶迷障, 晋升成为高阶太阳法师, 所以, 前来领取我的高阶徽章。 费伦脸上顿时显出遮掩不住的震惊。 高阶太阳法师。 欧菲兰德夫人, 你的术法天赋可真是令人震惊, 但你确定是高阶吗? 他没记错的话, 对方才21岁, 突破到高阶的速度, 仅比当年的伯爵晚了一年。 照这速度下去, 成为大法师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事。 所以, 他不大敢相信。 瑟兰迪斯念头微微一阵, 体内法力加速涌动, 眼中顿时就显出了一缕淡淡的微光。 谋现明光, 正是高阶法师独有的征兆, 也是无法伪装的。 费伦面上顿时显出极其温和的笑容, 菲兰德夫人, 能见证你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真是一件异常荣幸的事。 顿了顿, 他又问, 但我想问, 你现在依旧在专注研究术法吗? 当然。 那你认为, 现在的你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呢? 还是说, 偶尔也会充当拥兵的角色? 如果是过去, 瑟兰迪斯当然会说自己是纯粹的学者, 但现在, 他已经看透了费伦的真面目。 他淡淡回答, 会长, 您不必拐弯抹角地问。 我直说吧, 我丈夫是神殿派法师, 我自然也是神殿派法师。 费伦睁了下, 仔细观察瑟兰迪斯的表情, 顿时就知道这人已经没法忽悠了。 既然如此, 他也就懒得伪装。 脸上的微笑逐渐淡去, 声音也变得淡漠。 菲兰德夫人, 你的回答让我感到十分失望, 但我觉得, 你应该是被罗森给蒙蔽了。 瑟兰迪斯脸色一冷, 会长, 我是来做高阶认证的, 不是来听你说废话的。 说出这句话, 就意味着双方最后一点情面都扯破了。 费伦脸色一冷, 身体往后用力依靠, 后背撞在后牛皮靠垫上, 发出扑一声响。 瑟兰迪斯, 我承认你的小丈夫很有点手段, 但他太年轻, 又出身平民, 还是外地人, 他现在的成就已经到顶了。 没有家族的助力,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只要被我抓住痛脚, 我直接告到领东城法师总会去, 说不定他连正式法师的资格都保不住。 至于你, 女人, 你或许是个数法天才, 但你是笼子里的金丝雀。 若没有菲兰德为你遮蔽风雨, 你什么都不是。 瑟兰迪斯听得双拳紧握, 心中涌动愤怒, 会长, 您是不打算给我高阶灰迹了, 对吗? 不我会给你的。 费伦手一伸, 一个小木盒飞到他手里, 打开盖子, 里面就是一个翠绿色星陨恒金打造的高阶灰迹, 也是无数法师梦寐以求之物。 他手一翻, 木盒从手上落在桌前的地上, 灰迹掉了出来, 在地面上咕噜咕噜滚动着。 想要的话, 就自己剪吧, 女人。 剑色兰迪斯面如寒霜, 他抬竖起一根手指在身前摇了摇, 微微一笑。 不要发怒, 也不要妄想对我使用法术泄分, 真实的世界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得多。 只要我想, 我可以在这里直接杀了你, 而你的丈夫只能来为你收尸。 他要是压抑不住怒火, 对我动手, 那我就能堂堂正正地反击, 将你们夫妻一起送上神国。 或许会有人在背后唾骂我, 伯爵。 如果他一直是伯爵的话, 或许会责罚我, 但也只是责罚罢了。 我不在乎, 无非就是花钱打电下关系。 巧的是, 我有的是钱。 他当然不会真在行会动手杀人, 就是想羞辱下这个背叛学者派的书呆子女法师, 好好出口气。 他也了解对方性格, 地位和能力, 知道这么做几乎没后遗症。 瑟兰迪斯果然听得脸色苍白, 因为他发现, 对方的确能这么做, 虽然后果极大, 但凭他的地位和声望, 也的确能扛住。 但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个淡漠的声音。 费伦, 如果你敢动手, 那我保证, 明天银月宝最近报的消息, 一定是费伦会长惨死办公室, 且死无全失。 是罗森。